近日,缅甸局势风云突变,老街陷入动荡,同盟军准备强攻的消息,让整个地区笼罩在紧张之中,中国驻缅甸市领馆再次发出紧急提醒,中方人员需尽快撤离老街地区,远离冲突地带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为何老街会成为风暴的中心,缅北的混乱局面,是昂山素季又看到了重新执政的希望,跨过时间,感知历史的温度,这里是妙文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昂山素季警告称,如果米昂来无法解决地方民族武装的武力冲突问题,缅甸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内战。 他批评米昂来政府无能,缺乏解决当前混乱局势的能力和方法,昂山素季强调,他不希望看到缅甸发生内乱或内战,因为这只会给人民带来伤害,他更不愿看到士兵在内战中流血牺牲。 作为民选政府最高领导人,被米昂来军事政变软禁,看着缅甸国内乱成了一锅粥,他的内心充满矛盾,既希望米昂来政府彻底失败,恢复重新执政,又对缅甸乱局充满焦虑。 毕竟军队是用来抵御外乳保家卫国的,却被用来充当自相残杀的工具,缅甸这场混乱中包括支持他的人民保卫军也下场加入战团。 他更希望人民保卫军能够重夺政权,恢复秩序,使人民安居乐业,重新建立真正国家领导下的武装,而不是私人军阀控制的武装。 当前的局势对米昂来来说无疑是严峻的,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缅甸内乱,将面临下台的危机,昂山素季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他将来的归宿。 毕竟,昂山素季作为民选政府领导人一直代表民意,支持他的人民保卫军则代表着人民的意愿和利益,这使得保卫军在缅族民众中具有极高的支持率和影响力。 另外,昂山素季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。 在民众中有着极高的声誉,这使得人民保卫军士兵愿意为他而战。 米昂来毕竟在军队中有着极高的威望,如果能牢牢掌握军队,迅速调整战略,并能够有效地执行,昂山素季翻盘的机会并不大。 但是米昂来也应当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危机,认真对待昂山素季的警告,尽快采取措施,解决地方民族武装的冲突问题。 他需要倾听人民的呼声,调整政策,改善民生,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。 期待这场战争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,缅北各民族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族自治。 希望看到一个和平、稳定、繁荣的缅甸,而不是战乱横行、电炸肆虐的民邦。 希望看到米昂来和昂山素季以及缅北各地方武装势力能够坐下来,通过对话和协商,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。 这场危机似乎从政府控制区失守开始,连北三个区域相继沦陷,这引发了同盟军的强烈反抗,在国赶老街,曾经宁静的街道瞬间变得鸡飞狗跳。 中国驻免大使的会见似乎暗示着更加复杂的局势,这让人们不禁要问,同盟军是否会选择强攻或者寻求和平解放。 局势的走向让人捉摸不透。 眼下,缅甸身陷武装军阀的讨伐之中,冲突的烈度与日俱增,大乱战的序幕已拉开,国赶同盟军老街的态度也似乎有所变化,传言众他们曾为而不打,但现在是否有了决心强攻? 这个问题迷雾重重,没有明确的端倪。 然而,我们不能忽视的是,国赶人之间的残杀已经开始,而这对整个缅甸来说是一个不幸的现实。 历史告诉我们,同盟军与四大家族相互争斗,最终的赢家却可能是缅甸军政府、缅昂莱等家族将两败俱伤,成为政治漩涡的牺牲品。 那么问题来了,同盟军是否会做出历史的选择? 白索成层言,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工程。 这句话的背后,是对历史选择的思考,是对道义至高点的占领,同盟军是否能够在纷乱的局势中保持理智,是否能够避免内讧,将力量集中于对外敌的反抗。 或许老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也存在,但这需要国赶人共同努力,否则,他们可能会沦为历史的悲剧。 同盟军若与四大家族内斗,最终成为缅甸军政府的棋子。 危机关头,舆论宣传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,站在道义至高点的一方,将更容易赢得支持。 对于中方人员而言,局势复杂,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。 在这个时刻,撤离老街,远离冲突地带,是最为明智的选择。 缅甸的动荡,牵动着整个地区的神经,每一位身在其中的中国公民,都牵动着祖国人民的心。 在这场老街风云的漩涡中,历史将记载下一个怎样的篇章,也许取决于同盟军的选择,取决于果敢人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和平解放,棉北老街的混战,同盟军霸气突袭。 国际元首,揭幕世界大戏。 棉北的老街,竟然成为了同盟军和电炸分子的战场。 这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。 同盟军以出其不意的军事策略,成功夺取了老街东城南侧的制高点,大营山。 俨然如同鹰损高高盘踞,一览众山巷。 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,更是战略上的制高点,象征着同盟军的军事优势。 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。 同盟军占领制高点后,不满足于此。 短短两天的休整之后,他们向老街东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,战争的脚步愈发迅猛。 同盟军展现了他们精准把控战局的能力。 在他们的压迫下,老街守军出现了投降潮。 但仍有电炸分子顽强抵抗,筑起最后的防线在酒店和赌场。 这个故事的戏剧性在于,同盟军的压制不仅仅限于东城,他们开始试图进攻老街西城。 这一系列行动既是军事上的挑战,更是对敌方士气的巨大精神打击。 据传闻,缅军与同盟军正进行谈判,有可能在本月底放弃老街和电炸民团。 这将不仅仅标志着白锁城的政治地位的终结,也预示着电炸活动的末日。 白锁城在这场动荡中感受到了深切的危机,他不惜发放金钱,激励电炸守军坚持到底。 他的儿子和女儿也在动员警卫,展现了一种凄美又绝望的抗争。 这种个人的挣扎,在宏大的历史长河中显得微小而又生动,展现了人性在绝境中的真实一面。 然而,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军事层面,老街的社会经济遭受了重创,人们的生计严重受损。 同时,在同盟军的掌控下,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,老街的未来政权变得扑朔迷离,一些人开始担忧。 如果不谨慎处理,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动荡和不确定性。 国际社会在缅北战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密切关注这一地区的动态,发挥积极作用,为解决冲突和稳定局势贡献力量。 首先,国际社会可以提供人道援助,帮助老街居民度过战乱带来的困境。 紧急援助包括粮食、医疗和庇护所等,可以减轻人民的疾苦。 国际社会可以发挥斡旋的作用,促进各方进行对话和谈判,寻找政治解决方案,因为缅北战事的根本问题并非军事。 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,只有通过对话和妥协,才能找到长期稳定的解决方案。 国际社会可以提供中立的场所,协助各方进行谈判,推动和平进程。 尽管战事可能在短期内结束,实现长期和平和可持续发展,仍然面临重重挑战。 政府需要制定全面的重建计划,包括修复基础设施,重建经济,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等。 与此同时,社会和政治调节也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,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。 通缉令是一种警方发出的寻找犯罪嫌疑人的公告。 是打击犯罪,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。 近年来,随着犯罪活动的增加和犯罪手段的复杂化,中方不断加强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, 通过发布通缉令,以期迅速缉拿逃犯,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安全感。 中国政府对于通缉犯的标准非常严格,一般情况下,只有犯罪事实明确,危害性较大, 且犯罪嫌疑人未能及时归案的情况下,才会发布通缉令。 在发布通缉令时,公安部门会公布一份详细的通缉令公告, 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信息、犯罪事实、逃亡的可能地点等等。 以便公众提供有价值线索,同时,中国警方还会与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执法机关合作, 共同追捕逃犯,加大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。 发布通缉令的目的不仅在于缉拿逃犯和打击犯罪, 更重要的是通过此类行动提高社会的法治观念和维护公众的安全感。 通缉令的发布本身就是一种警示,向犯罪分子传递强烈的信号, 让他们意识到犯罪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。 同时,通缉令的发布也提醒了大众对于犯罪活动的警惕性,激发了公民举报的积极性, 形成了全社会对犯罪的合力打击。 同盟军占领老街东城是英军与中国军队合作的结果。 当时,缅甸的老街东城位于中国滇免公路的重要位置, 该公路是从中国云南省通往缅甸及印度的重要交通通道。 由于缅甸是同盟国在亚洲推进反攻的关键区域, 占领老街东城对于掌握滇免公路, 打通与中国的补给线非常重要。 同盟军占领老街东城固然标志着军事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, 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缅甸局势的影响。 在当时,缅甸内部存在着政治动荡和日军侵略的双重威胁。 同盟军占领老街东城无疑是对日军的重大打击, 使得日军在缅甸的势力受到严重虚弱。 同时,同盟军的胜利也鼓舞了缅甸人民的士气, 使得他们更加坚定地与同盟国合作,反抗日本侵略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 这里是妙文石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我来iso和你分享时间的观念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